哎呀我还是回来回来说毛主席吧 因为因为我在这些视频里边 说毛主席的这个这个看的人最多 所以感谢毛主席怀念毛主席 毛主席永远活在我心中 再跟大家说毛主席的务实啊 我说抗美援朝的时候我说过 抗美援朝对毛主席来说是求之不得的 为什么呢因为毛主席太务实了 比我们想象的务实要基本 在最基础的地方 他老人家相信 中华民族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邻 不跟美国人打一仗 是不可能的 而跟美国人打一仗呢 那么就是越早越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战争刚刚结束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这一路打下来刚刚结束 所以中国还有很多人有战争的经验 一旦和平了一段时间以后 再打 这部分经验就消失了 武器可能会好一些啊 但是这部分经验 这部分牺牲精神 特别是特别是牺牲精神 就有可能至少 即便不消失也会有所减弱 所以我说过这个抗美援朝 其实是在中国警告美国不要过三八线 而如果美国过三八线 中国就会参与 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以中国当时的位置 就像今天的中国国族一样 中国军队在世界上 在1950年的时候 的地位 比今天的中国国族好不了多少 然后啥呢 警告世界杯冠军不要干啥 这就是在即将啊 特别是以 以麦克阿瑟为首的这个美军 巴不得他过三八线呢 然后打一仗 如果 没有这一仗的话 当然很多人做过分析啊 那我就不在这 不在这废话了 我说是个 再说一个啥呢 再说一个毛主席务实的地方啊 抗美援朝 朝鲜战争是在五零年 大概夏天吧 中间这会儿五六月份 开始的 这个朝鲜战争 主席呢 访问苏联给这个斯大林 祝寿 是在四九年的年底吧 去的苏联 然后一直待到大概二月份 一直在苏联待了两个多月 这大概就是一个一个国家元首 在另外一个国家待的时间最长的一个一次一次这个元首级的这种访问 这恐怕破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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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世界纪录不知道多少倍 一般元首访问 一个星期十天这都算长了 当时是给斯大林 这是一部分啊 一部分啊 一部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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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成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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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或者说或者说这个节目 当时 当时毛主席就要求这个给斯大林送了好几车皮的这个 白菜啊 萝卜啊 大葱啊 这些这些东西 这个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而且而且各种各样的这个回忆 回忆毛主席访问苏联的文章里都会有都有写 但是呢 有多少人知道 毛主席去苏联这是去卖菜去了 我在我的视频的这个这个 我没有我没有录啊 这个这个内容 我在我的视频有些地方我写了这个写了这个文字的 大家想一想啊 毛主席多么务实啊 毛主席卖过菜的 作为一个国民 你的领袖出去卖菜 真的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多么难受的一件事情 真的多么心疼 我现在说起来我都心疼 这个这个中国的领袖 推销东西 这个我们最近比较熟悉的就是 李克强总理推销高铁了 推销高铁多风光啊 刚刚解放的中国 能拿出什么来 大家想一想 那个时候要发展工业 或者说甚至于你想搞资本主义 你也得有资本吧 你没有资本你搞的什么资本主义啊 那么中国当时有什么资本 农业国 只有粮食 蔬菜 所以毛主席就去卖菜了 希望啥呢 希望用中国的农产品 跟苏联换一些工业技术 或者说工业产品 这又是为什么中国必须搞共产主义的原因 而且苏联碰巧苏联是个共产主义 这是个历史机遇 因为共产主义 它这样算的比较粗嘛 它不像老美这个各种各种各种这个这个专利啊 产权啊 智慧这个这个这个产权啊 乱七八糟了 所以所以所以弄点技术 还说人还说偷 所以 这又是为什么朝鲜战争对毛主席来说 也是一个求之不得的事情 因为打一仗 不仅能够起到 大家都熟知的 立国之战的这个价值效果或目的 也可以提高中国的这个政治价值 军事就是政治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 打完朝鲜战争呢 中国就可以跟苏联用政治价值来换东西了 政治价值这玩意儿是 是一本万利的东西 是可以漫天要件的东西 因为是安全嘛 安全值多少钱啊 对不对 你的脑袋值多少钱啊 所以抗美颜杖 所以抗美元朝之后 中国从苏联那边得到了 好像一百多个吧 一百五十六还是多少 我记不清了 反正若干个项目吧 我妈工作的石家庄热电厂 当时就是其中一个项目 大家想一想 毛主席领我们走过这一段 走到今天 如果换一个道路 是不是会走得更好 我不知道 但是这条道路已经走过来了 大家想想吧 大家也可以想想 这个民国也是有机会管理中国的 不是没有机会 而且民国有一个黄金十年 这个我以前提到过 就是这个 基本上就是 从这个七七卢沟桥事变 往前数十年 七七卢沟桥事变是 是哪年 四 三 三五 哎呦 三七 三七 三七年 然后呢 然后呢 往前数十年 就是二七年 二七年到三七年吧 这是这是这个 中华民国的黄金十年 可是二七年 可是二七年到三七年之间呢 三一还是三二 就是 九一八事件 在这十年的正中间啊 丢了三个省 还是黄金十年呢 如果要是说从发展工业的角度来说 东北的重要性这个不言而喻了 你说你说你说这个国民党懂啥啊 好嘞好嘞